各位今天都在享受 从前政府对教育投资的结果 可是如果 我如果命不幸 我命要很长 我要活在你们要宰治的社会 我们就很痛苦了 知道吗 所以你们是有责任的 并不是说 我们丢了一堆烂摊子给你们 你们没有责任 你们是有责任的 因为我们其实走了很多 不可能的路 让你们后面比较顺畅 好 下一张 那么我自己本人呢 已经参加过很多次 有一个日本的聚落保存联盟的组织 这个完全是民间办的 今年已经第三十三届了 那这个六月底呢 丁命保存联盟组团 大概有二十八个人 到今天为止二十八个人会来台湾 来看我们到底在做什么 好 下一张 那么现在大家很夯的这个 这个上海世博 其实前几年的这个艾滋博览会 我去跟他签了约 我是跟他们是伙伴关系 大概台湾只有我们 可当时台湾并不懂什么叫世博 如果上海先办 艾滋后办 那我就很夯了 懂不懂 台湾的这个知识就是那么窄 一定要把他所有的东西变成中文告诉你 他才觉得是重要的 那当时因为我们有特殊的关系 也有一些学习团 有一些人我就带他们去 当然特权特别多 那最近人家也要我带去上海 我就很怕 因为我看到那个排队我就吓死了 日本很守规矩 我有特权都排队排得半死 很累的事情 好下一张 那么我们也去澳门 你看有一大堆人去 不是去玩 是去跟他们的文化厅 去合作 开研讨会 去帮他们的忙 把我们的经验给他们 他们当然也经常来了 我们私交也都非常的好 好下一张 这个是现在的财政部的次长 从前的台北市都发局长 我们的学会在上海办了一个研讨会 2005年 2006了 我以为2005 我忘了 这个就是在讨论 上海在世博要保存什么 不保存什么 当时我挑战他们 他们有点尴尬 其实真的不知道要保存什么 的时候 后来我问了他一些话 出来以后新华社的记者说 哇你太厉害 我们问了他多少年 他都说不出口 不能说 说了这个土地就不能开发了 我终于让他讲出来了一些 他非保存不可的东西 他其实不想输我们的 所以我们其实给他的这个压力 就是让他不得不进步 不要妄自菲薄 他什么人才很多 这个那个 其实我们是很有经验 我们是可以去教他们的 我从来不会站在中国人面前觉得我比他差 我觉得这个就是 我把他逼出来 甚至他讲他说有多少条是 绝不拓宽道路 不拓宽的意思就是说 他不可能盖高房子 就有上海的一些住宅区的氛围 我觉得这点是很了不起的 好下一张 那么当然我也请上海同济大学的人 来演讲啦等等之类 好下一张 那么我们也做各式各样的这个旅行 都学习的这种旅行 好下一张 那我们也请了这个北京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物 大师级的杨洪勋来演讲 这个夏祖九老师 为了上他的课 真的去哦 去苏州杭州 待了一两个礼拜 就是上他的课 这个我们也把他请来 那么西村幸福老师呢 我也请他来帮忙规划 这个两讲临请的这个 大西慈福这边的这些景观 好下一张 那么这个呢 是国内很多 算是有一些位置的老师们 在做这个区域型文化资产保存的计划 那可是政府搞了半天 跟那些执行团队 都不知道什么叫区域型文化资产保存 什么叫区域型文化资产保存 就是有型文化资产跟无型文化资产 加上社区营造 加上文化景观 加上地方产业等等 加上民众参与 年轻人的参与 一起的一个计划 大家都搞不懂 其实他是去朝日本 巨国保存联盟的活动的 好下一张 那么我们当然也会办很多东西了 比如在建国啤酒厂 我们会办各式各样的这种研讨活动 好下一张 那我们也有一些出版一些研究 好下一张 那重要的是我要讲一下 大概大家听过乐生疗养院 保存的事情 好我自己参与了非常的多 可是我有一个哥哥在香港大学教书 退休了以后回来现在中研院 所以我就请他 这个多积极参与一点 我可以去多管念别的闲事 这个地方 好下一张 那么 菲律宾的库廉是世界上最大的麻风病院 跟马来西亚 松该部落这个地方 这三个我希望能够串联起来申请世界遗产 我们乐生疗养院 已经是台湾的世界遗产潜力点了 那么我做了一个研究 其实是 好下一张 看看 就是说 这个从台湾的乐生 怎么到马来西亚的这个毛诺 好下一张 你可以看到 这个是乐生 现在为了捷运 这栋王志行的建筑物 要被拆毁 将来还要重建回来 好 那么 这个 下面的是 马来西亚首都附近的 我们过去做工作 也让中原大学景观系 四年级的学生 今年会是第四年 已经去了第四年 两个月待在那边 去年这些同学 就住在这个麻风病院里面 那这个是 菲律宾一个小岛 世界最大的麻风病院 你可以看到 这个马来西亚的报纸 这个当然是本人了 我们在做的很多很多事情 我们的影响是影响到那边 去搞这种事情 好下一张 那么 我也做了一个 负面文化遗产的一个研究计划 把这个 李初成先生呢 是在马来西亚的麻风病院的会长 保存会会长 那么我们也在这个日本 他们把隔离百年 去年 做一个整个麻风病的历史的展览 整个全部全记录 我们也派研究员 去到处去调查 好 下一张 那么我们可以大概看到 日本多谋全生源 这个小鹿岛 韩国 台湾 马来西亚 菲律宾 如果这样可以跨国指定的话 会是一个很成功的案例 好 那么 我们为什么要申请这个 因为这三个地方的院区的规模 大小都差不多 还有它空间的特质 还有各个地方的这个民间团体的努力 而且三个都是殖民地的时代的 而且都可以自给自足 菲律宾这更有意思 现在这个地方是自治市市长 他自己本身是一个汉生病人 我们不叫麻风病了 叫汉生病 科学一点 发现麻风病不是传染病 不是病菌的 是一位诺威人 科学家 他姓汉生 所以其实就叫汉生病 下一张 那么这个就是大致可以看到 这个科伦汉生病院 是这个1906年 当时美国殖民菲律宾的时候 用美国的比较先进的 这个公共卫生的政策 把大家都赶到一个 一个这个小岛去 好 下一张 这个就是 当初有一个门 现在拆掉了 就是说你进这个门之前 这个这个 就是你进去了 大概就出不来了 这里有管制的 那么远远的呢 你坐船来的时候 会看到有个标志 就晓得你是去到一个这样 禁区 好 下一张 那么这个是 那么美的一个 所谓的 Garden City 这样的一个计划 当然 我有一天去的时候 当天是他第一次 怪手下去 因为这个动作 让一个马来西亚的年轻学者 流泪 在我面前 因为是前一天 是马来西亚国庆日 大家放烟火 放到12点一点 睡懒觉去了 礼拜六的下午 又很炎热 你也找不到记者 找不到官员 大家去度假去了 对不对 结果 那个怪手下去 他说 专业原来是那么没有用的 他讲了这句话 我就告诉他 谁叫你 不认识 这些愿民 愿民只要看到 有陌生人进来 就会通风报信 终于 我点醒他 那我带着这些人 当地的人去做运动 进到社区去 跟他们访谈 跟他们中秋结伴 活动过年 等等之类 其实有很多人 还是蛮富裕的 因为后来这个地方变成一个 种花种草的花圃了 那么生活的也不错 可是他们没有什么社会地位 那么也不晓得怎么跟外界去接触 那么我们当然后来也办研讨会 在台湾 搞到这个文件会鸡飞狗跳了 各国的人都来帮忙了 那么这个地方 其实我去的那天 刚好他在拆一个监狱 为了给大学校舍用 医学院的校舍 但我们现在还在努力 跟这个马来西亚的官方 跟名义代表 跟这个媒体合作 好 下一张 好 大家再看看 原来那么美的地方 好 这个是乐生 从前的样子 所以现在政府说 只拆了一点点 那是乱讲的 现在保存的是从前的13%而已 好 下一张 好 那 我这个讲快一点了 日本有一个很重要的制度 是日本的重要传统建造物群 就是聚落 整条街啦 整个聚落 好 下一张 那么我把很多这个概念 都带进台湾 这个是七龙树 七龙树的这个会长 夏月月也来 叫小丽媛红 是我很好的朋友 大西的居民也去拜访过他 所以这次他们就很愿意 接待这些从日本来的朋友 下了飞机就直接去他们那边 好 下一张 好 他们这边的居民 最出名的就是讲说 他这里的这些房子是 不租不卖不破坏 他不卖给外面的人 也不租给外面的人 就是我们自己 经营自己的地方 这样的一个概念 我觉得这个是这种 我大概引进了一些 比较 不是新潮的思想 而是很实用的 可以给我们参考的 好 下一张 这个也是七龙树 下一张 好 这个也是日本的第一个文化景观 也是传统建造物群 下一张 我们看图好了 好快一点好了 来 下一张 他这芦苇田 回去一下好吧 芦苇田 是他的这个文化景观之一 因为芦苇是 如果你不切掉 的话 它长不出来 它就会烂掉在水里面 所以每一年 不同的季节 不同的这个情况 有的时候是 要把它切割就没有的 好 下一张 那么现在他经营出 让这些种田跟种芦苇的这些农夫 可以有一点观光的收入 划个船 唱点歌 讲点故事 可以赚点钱 好 这个就是 可以赚点 这些农夫 我们就让芦苇的这些农夫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